看看新闻吧 我这后台因为真跟他们排练 然后他就他就很紧张 很开心的 其实他蛮深欣赏刘德华的 他跑过来很很开心 很很兴奋的问我刘德华在哪 我说在这儿 他说不认得不好意思 虽然和孩子们的互动亲密无间 但以为人父的刘德华 依旧不肯在采访中提及任何有关自己女儿的话题 看来老爸刘德华是要将低调坚持到底了 而在同一天 另一位香港艺人也和孩子们展开了亲密的互动 他就是著名歌手荣祖儿 虽然对孩子十分喜爱 但荣祖儿却透露说 目前他与男友刘浩龙并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 我觉得小朋友都是别人的好玩 我自己怎么说 有一天我的助理跟我说什么 自己都还没有长大 然后我肯定的不可以照顾自己的小朋友 大家 给我说什么 不可以照顾自己的本费 谢谢你